利益有缘众生,祥和宇宙法界,大家好,这里是佛学讲堂,佛学讲堂半年感悟人生,共同成长,经典里面告诉我们,众生相聚,都是圆来圆去,圆聚圆散,无非一个圆字,女婿天天半夜洗澡,岳母,好奇偷看了一眼后,第二天竟跑到尼古安出家了。 故事发生在明朝洪武年间,有一个书生做了上门女婿后,天天半夜里洗澡,不论妻子怎么劝都不好使,有一天,岳母前来安慰女儿时,无意朝女婿洗澡的房间看了一眼,连忙去尼古眼出家为尼,这才保住女儿性命。 这是怎么回事?青州府有一个叫岳天心的大美人,此人刚成亲三年,丈夫就遇上土匪身亡,留下她和一个幼女王玉婷独自过活。 丈夫去世后,岳天心含辛如苦地拉扯女儿长大,转眼间十六年过去,王玉婷出落成一个水灵灵的大姑娘,到了该出嫁的年纪。 当岳天心请没人给女儿说亲时,却遭到了女儿的反对,原来,她不想看到,自己出嫁后,母亲一个人独自过活,想给母亲找个上门女婿。 岳天心明白过来后,既欣慰又心疼,她下定决心,一定要给女儿找个好夫君。 经过一番挑选后,岳天心选了个外来书生方静云当女婿。 方静云,曹县人士,因多年未能考取功名,心灰意冷之下来到青州府,做了一名教书先生。 她待人和善,心地善良,在当地一片善名。 方静云和王玉婷成亲后,恩爱和睦,举暗其美,共同侍奉岳天心,操持着一个小家,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。 然而没多久,王玉婷就发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差,不论方静云和岳天心怎么精心照料,都于事无补。 与此同时,王玉婷发现丈夫有个奇怪的习惯,不论白天如何劳累。 每到子时,都要离开被窝去洗澡。 王玉婷曾多次和方静云说过这个问题,方静云每次都是嘴上答应,晚上却照洗不误,王玉婷为此常常独自流泪。 一天晚上,当方静云再一次离开被窝到片房中去洗澡时,王玉婷心中的委屈瞬间爆发,嚎啕大哭起来。 月天心听到女儿的哭声后,起身过去安慰女儿,经过片房时,无意中往里面扫了一眼,发现方静云背上有一幅婆傲难懂的八卦图。 月天心面色大变,立马转身回到房中,收拾好行囊后,连夜赶到清须山上的静月庵中。 请安主为自己剃度。 剃度完成后,月天心跪在安主面前,请安主救他女儿一命,安主长叹一声,早知如此,何必当初。 二十年前,月天心和猎户王孝德刚刚成亲,王孝德为了让妻子过上好日子,每日疯狂到山中打猎,不知疲倦。 在王孝德的努力下,二人的日子很快就好了起来,然而王孝德却迷上了捕猎的快感,依旧每日到山中狩猎,风雨无阻。 有一天,王孝德回来时,手中提了一只山龟,那山龟遍体金黄,背上有一幅精美的八卦图,一看就不是凡物。 正当夫妻二人准备杀龟,给女儿龟肉汤食,一个尼姑突然来到家中,对夫妻二人说,这龟杀不得,不然来日他们的后代会受到惩罚。 王孝德见恼怒着尼姑多管闲事,并咒她的女儿,就将尼姑赶出家门,尼姑也不恼,站在门外表示,若是日后遇见碑上有八卦图之人,代表他们后代的惩罚已经开始,届时岳天心到清须山上的静岳安中削发为尼,安主自会救他女儿一命。 安主表示,当年的那个尼姑正是他的师父,当时王孝德夫妻俩不停劝告,导致机缘巧合之下。 山规的魂魄附在方静云身上,每日通过洗澡来消化从王玉婷身上吸收的洋气,所以王玉婷才会越来越虚弱,而方静云每日洗澡从不间断。 今天,他可以出手收服山规,此后,岳天心必须在安中吃宅念佛,为当年的罪孽赎罪,岳天心闻眼连连答应。 安主一个闪身,出现在岳天心家中,他用一个白玉瓶,将山规的魂魄收到里面,方静云背上的八卦图立马消失不见,整个人也昏迷过去,安主将岳天心的亲笔信放在门前,释法回到安中。 方静云醒来后,将门前的信拿给妻子,王玉婷看过后气不成声,和方静云紧紧抱在一起,后来,王玉婷的身体渐渐好转,却因此落下病根,一辈子都在吃药,也痛苦了一辈子。 缘有头,债有主,这句话能够运用至今,必定有他的道理,一个人引出的冤孽,负债最后都会追根溯源,成为这人的结果,佛法到因果报应,种下的因,终究会结果,时间是最好的证明。 有人认为,作恶不仅不会被惩罚,反而会过得有滋有味,然而,事实真的是这样吗? 行善能延长人的寿命。 心理学调查研究结果显示,种下恶因的人今生一定会得到应有的报应。 美国耶鲁大学的一项关于人类死亡率的研究显示,不同身份、背景、种族的人群中,那些乐于助人的人健康状况和预期寿命明显优于那些心胸狭隘、损人利己的人,死亡率相差四到五倍。 对于恶人,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,分开来看,这些恶人有的是大奸大恶之人,有的是阴险狡诈之人,有的则是贪图私利之人等等。 大多数时候,我们厌倦讨厌的并不是一贯拥有作恶行为的人,而是对那些隐藏在身边的小人愤怒不已。 明枪一朵,暗箭南方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 在生活中,这两类小人行为最容易得到恶果,也最容易遭人唾弃。 一,阳凤阴为。 低类是阳凤阴为的行径,客观上说,阳凤阴为分为两类,一类是为善,一类是为恶,大众所厌弃的便是为恶这类,人前一套,人后一套所表现的是,这个人的言行不一,品质低劣,造成这种行为的原因可能是自私,可能是心中的恶念,也可能是贪欲,生活中并不缺乏这类人。 可能很多人再舒适倦怠久了,便会遗忘社会其实是个大染缸。 它能让无欲无求的人索取无度,也能把品性纯良的人逼上绝路,而在这中间,小人的作为无疑是起到了催化的作用。 当人们反映过来自己所遭遇的一切,本不是气运不顺,而是有人有意为之,属于这些小人的报应也就来了。 为什么人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? 所谓善恶,所谓因果又是如何形成的? 这些有着阳风因为行为的个体是天生如此吗? 从心理学的角度上说,人的性格形成原因只一部分来自于遗传基因,另外一部分则是来自于环境影响。 环境因素又包括家庭环境,学校环境和社会环境,这些因素的交叉才得来复杂的人性。 所以,这些作恶的人所接触的环境必然与善良的人不同,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也与大部分人有着差异。 有的人作恶,杨风因为是因为他不满足于生活现状,或是对他人生出极度的心绪,也有人是这两者的结合体。 有一档热播的情感综艺节目,现在就告白。 其中,一期节目,讲的是一对女闺蜜的故事,这两人其中一个家庭条件十分优越,且对另一个家庭条件差得很好。 然而表面上这个贫困女孩对富家女也很友好,背地里却涉及陷害她出轨,且抢了她的男朋友。 虽然最后这个贫穷的女孩承认了自己的错误,但最后她不仅失去了友情,连她处心积虑得来的爱情也离她远去。 显而易见,这个对生活对朋友杨风因为的贫穷女孩已经自食恶果,我们在对富家女抱以同情的同时,也很庆幸她看清了这个人。 二,忘恩负义。第二种则是忘恩负义,农夫与蛇是家喻户晓的故事,蛇不感念农夫对他的救命之恩。 对农夫反咬一口,忘恩负义的人大多不懂得感恩,认为别人帮助他是理所当然,也有一部分人把别人的帮助当作是迫害,这类人隐隐已经有了偏执行人格障碍的症状,无论如何,这种行为终归会让人厌恶。 当今社会,最是提倡感恩,对忘恩负义这种行为容忍度几乎为零,因为没人想自己帮助了一个人,到头来却要被迫害。 其实,每个人都有阴暗的一面,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来说,本我内心的欲望是每个人都有的,关键就在于个体的自我能否压制住这股欲望。 以及超我对这两者的控制力度,三者平衡,则相安无事,本我壮大,则出现问题。 生在凡世间,每个人都会染上凡世气息,拥有七情六欲,可见,有欲望很正常,然而不是每个都能把欲望控制得恰如其分,因此,便有了适可而止和得寸进持两类人,莫加思想中提到, 爱人者,人必从而爱之,利人者,人必从而利之,恶人者,人必从而悟之,害人者,人必从而害之。 这也认同了佛家思想,有什么因壁有什么果,因果报应并不是玄而又玄的传说,它真实存在于生活中。 稍微不留神,我们便会陷入因果循环中,这也是提醒我们,为人真诚善良,未来才不会被恶宝缠身。 感谢可悟员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Apparently, since IUU Hello 我忘记了你可能是cycl Straight